《大熊貓》 這麼多年拍《大熊貓》的話 累積起來有幾萬張 作為一種對外交流、傳播 中國文化有一個很好的名片 一個中國的符號 我叫周孟齊 和攝影打交代也應該有幾十年了 六歲的時候 我父母帶我到成都最老的動物園 就是北華潭動物園去 一去就看見有兩隻動物 就是河壁相間的動物 小時候不知道叫熊貓嘛 就看見挺可愛 回來之後 我沒事兒 我就拿鉛筆畫熊貓 這麼幾十年 在我到部隊之前 基本上就再也沒看過熊貓了 在部隊的時候拍過軍事攝影 轉業之後呢 我就回到家鄉成都 那個時候就比較關注自然和城市攝影 92年的時候呢 成都籌辦九三國際熊貓節 那一次呢 我是第一次走進了熊貓的稀稀地 墨龍自然保護區 看見很多外國友人呢 他們不遠萬里 千里頭要到到四川 就是為去看熊貓 我覺得很感動 作為能蓋好攝影 還有一個把大熊貓 牽制北太的生活 陪下來以後有機會 編成畫策的話 能展示 讓更多人了解到 看到大熊貓是多好 一件有意義的事 你好 看溫度夠不夠 我第一次陪熊貓 大熊貓就給我一個下馬尾 昨二年六月的時候 我當時呢 和我的同事呢 去大熊貓基地去採訪 那個大熊貓是成年大熊貓 開除呢 那個熊貓很溫順 突然我在鏡頭中發現 熊貓一下把臉一轉過來的時候 一下看見我們了 瞬間 它一下停止了進食 我們這三個人奔跑過來 我就跑到最後 它的前掌抓了我褲腿一把 當時就想了一身冷泰 怎麼好看 怎麼看 怎麼看 你看 教聖台好好這個 他鬼開起來 教聖台台好 培好熊貓的話 我覺得有兩點 我認為 一個是 你首先要愛它 真心地愛它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了解它的生活習性 在培的技巧上呢 你就要注意 就是它的生態 我陪熊貓實際上 一直把它看著 這個人類的朋友 而且是我們同類一樣 因為熊貓它的喜怒愛樂 跟我們人類是一樣的 我就是善於抓住它的 利人化的一些表現方式 大熊貓 不僅是中國的 也是世界的 現在大熊貓呢 在全世界有十九個旅居 去年的時候 正好是大熊貓 可以發展一百五十周年 我也是硬要去了四個國家 我走了這麼一圈下來 對大熊貓最火爆 最熱烈的是哪個呢 我覺得是日本 日本對大熊貓 無景點是欣賞 而且它可以說 一句話是狂熱 72年到79年 這幾年間 參觀大熊貓人數 達到三千六百多萬 這個數字就可以說明 熊貓在日本火熱 11年的時候 日本正遭遇了地震和海嘯 國民都曾經在驚慌之中 但是他們在上野動物園 去看了熊貓之後 進去的時候 大家面目表現都很沉悶 但是看到熊貓 每個人臉上都是喜笑言開的 2017年 這個香香出生那一年 成了日本的熊貓年 要看這支香香 排隊都要是四五個小時 但是只能看半分鐘左右 我就想把香香成長的過程 一些形態 再陪下來 在我們國家進行介紹 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 我開始都覺得沒希望了 沒想到我在泰國熊貓展的時候 東京上野動物園給我來電話 同意你在休元日來陪香香 我從泰國回來之後 我就趕到了日本去 但是呢 天空不著美 就那一天 一下暴雨 我說這個時候 熊貓會不會在室外 沒想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 攝影警員應該放在室外的活動 你想想那天特別爭氣 一上雨 將近三個多小時 他就沒有消停過 然後一直不同地 在園區裡面 跑啊 跳啊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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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就只得抓了不少他的精彩的鏡頭 所以這一天啊 江英國開了前後一共八個小時 在今年五月份 在中京举办大熊猫摄影展的时候 专门到这儿上野动物园来个脸吃 亲身感受了咱们上野动物园 对大熊猫的精心照顾 最重要的是日本国民对大熊猫的这种喜爱 几个动物园对大熊猫的这种爱不好 是在世界上也是大家影响特别好的 这本书是现在归来做老师的作品 就是考虑正式出版发新了 像这一次它变成这样子的 基本上是把那个想一想的种点吐出它的生态 更加就是沉浸在了上野动物园的那种感觉 就有一种面对面的和它相处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这次我是真正见证了大熊猫 在世界人民心中的那个神奇魅力 更坚定了我继续把这个熊猫都配一点 也通过书籍啊展览啊讲座啊多种形式 向他们进行推广介绍 这个看着这熊猫就是今天的吧 上去就行 上去就行 就把这个 越来越去 今时的时候要用 然后今天做 飞翰的中午的下午 大家赶紧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 因为同一个名字熊猫 从开始是爱熊猫 最后开始拍熊猫 在拍的过程中 有更深的一种了解 熊猫身上 折射了很多 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元素 就是下午的分享会 感触也特别深 就是提到它 其实30多年拍摄熊猫 其实过程是特别健康的 看到的美副图画 其实是特别美好的 我认为 对熊猫文化的传播 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 我就想通过这门画车 让更多的人 喜爱大熊猫 关注大熊猫 让大熊猫 也成为我们 和各个国家 友好交流一个纽带 也是通过熊猫 也介绍了我们这个城市 也让更多人来到熊猫故乡 来到成都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再次继续